今天有什麼股份可以叫大家留意一下 都是業績股,就公布業績了 中韻香港,這個月差幾日公布業績 因為近來銀行股走勢轉強了 包括匯豐,業績不錯 其中一個對銀行股的氣氛有幫助 第二是長債息,十年期仍是1.6%的水平 對銀行股其實是一個不錯的支持 所以對銀行股是有利的 至於中銀香港,之前弱了一輪 上一次公布業績之後,派息減少 就這樣跌下去,跌到心裡都寒了 現在跌了一輪之後,終於慢慢慢慢的 先穿下降軌,中期下降軌穿了 而最近就跌上去 見過高位,高位25.5%左右 跟今天其實相差不遠 它有一次似的,一個不是太標準 不是太高科書式的,腹式頭肩底 頭肩底何來呢? 這裡的左肩,扁平了 不算是太壓力波幅,不是十分突出 這裡是一個雙頭的狀況 不過這個底位就低於這個 高低腳,雙頭的雙頭狀況 這段時間,會不會是右肩呢? 如果是,這樣就不錯了 這樣就,向後的可能性是大 初步看,都有個可能性 因為這一刻回來,考驗到這個低位 迫近這個支持位,24.2% 你可以當作雙底,高低腳的 雙底項線,它就站穩 然後再加上去 好像這個24.2%左右 其實有一些支持 所以,你現在看兩樣東西 第一個,這個24.2%支持會不會失手 第二個,未來的業績,對不對版 對版就有望,就可以做好一點 所以,如果是進取的投資者 他應該星期五公務業績 可以在接近這個位水平,吸納 替業績好,如果要穿下去 業績不好,或是穿下去 就唯有止蝕離場 就搏去搏去衝上去 如果比較穩健的,就等了 業績之後,對版可以吸納 用一個雙腹式頭肩底的量度升幅 來計算它的上升目標 算起來也有幾元 因為底部是22元左右 22元和25元,有3元左右 也有少少植物率 所以大家留意著